《水谷传》中最望恩负义的人 为了私欲不惜谋害恩人 不料恶有恶道 《水谷传》中最望恩负义的人 为了私欲不惜谋害恩人 不料恶有恶道 岛屿 《水谷传》中有一百零八将 各个都是英雄好汉 因为一个义子 孝聚梁山 成为一方势力 专门与朝廷作对 富豪恶霸在梁山好汉面前都是不值一提 往往成了上山的投名状 不过 除了这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之外 也有很多的卑鄙小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卖主求荣 勾搭主母 欺男霸女 而卢俊义的管家礼物 就是其中最让人不止的那一个 话说当年礼物源是东京洛阳人士 因为生活所逼 才到了卢俊义所在的城市 投靠亲戚 然后天不随人愿 所托非人 要投靠的那一家人早已不知去向 礼物只能够流落街头 又冷又饿地来到了卢府门前 被卢俊义好心收留了 后者见礼物常得一表人才 能说会道 能写会算 就把他留在家里做了帮佣 随着岁月的流逝 礼物越来越受到重用 甚至成为卢俊义一人之下的人物 管理着好几十号的人 也是足够他威风八面的了 按理说呢 礼物该满足了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 容易跟自己的主母有了奸情 所以 礼物在后来就一心想要取而代之 成为卢府的真正主人 几次三番使即陷害自己的主人 后来 梁山帝松江等人 想要刘俊义上山巨义 就安排不用前去游说 给卢俊义下了一个套子 让后者不得不留在了梁山 此时的礼物终于原形毕露 不仅整日跟自己的主母在家里毫不顾忌的鬼混 俨然以南主人自居 还在官府前来盘查的时候 故意将无用留下的反师说成了是卢俊义的 想借官府刀来杀了卢俊义的人 满足自己的心愿 后来 罗俊义回家接自己的家眷上梁山 却被李固告发了 官府派人将罗俊义抓了起来 发配边疆 这个时候的李固还是想要的 除掉罗俊义而后快 因为他明白罗俊义一日不死 他就没有一天的好日子过 于是 一不做二不休 李固就暗地里满红了家送的差役 准备在半路上杀了罗俊义 好在梁山众兄弟及时赶到 才救了罗俊义一命 后来 梁山派人攻打罗俊义原本所在的官府 依血前耻 而此时的李固 却只想着与自己的酌母逃亡 收拾了金银戏软正要逃亡别处 被梁山上的好汉碰个正找 于是 一起绑着二人上了梁山 死在了卢俊义的手里 可谓是恶有恶报 李固可能是水浒船里最忘恩负义的人了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私同主母 陷害主人 这种不忠不义的人最终受到了惩罚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吧 结语 人无信而不利 像李固这样的卑鄙小人 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并不少见 如果与这样的人作伴 就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避免被他拿来当电教室 利用完你之后 还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去 这样的人为伍真的是一件是很危险的事情 大家说是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